通往莫托的公路又断了 一年四季 莫托路段的护路队员们 时刻都在准备着 应对下一次的塌方或泥石流 三分修七分崖 对待西藏的道路 就像对待一辆豪华轿车 扎末公路 完工于2013年10月 全长117.278公里 起点是波密县的扎木镇 跨越六条江河 通过隧道穿越 嘎龙拉雪山 一直到达路的尽头 莫托 中国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县城 就此成为历史 过去有人说 莫托是隐秘的莲花 高原孤岛 究其根本原因 是因为莫托长久以来 被峡谷的层栏叠杖所包围 又处在喜马拉雅断裂带上 天险阻挡了人们来往的脚步 1954年9月 解放军第十八军一步向莫托进发 翻越喜马拉雅山 克服了严寒 饥饿和缺氧的考验之后 将士们突然发现 在喜马拉雅山南坡的大峡谷中 真正的考验 似乎才刚刚开始 那天下雨 也是高温三十八斗 还一拖来 给枪上四肢的一样 咔嚓 死下来了 死下来以后都是哄的 光那一天的话 被马黄咬的流的鞋子不像一缸子 塔坊 泥石流 石油发生 在最尖险的路段 每多走一千米 就会有一名战士长眠于此 一边开山 一边修路的日子 险香还生 当战士们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抵达木托时 眼前的门巴人和洛巴人的生活现状 却让大家感到十分吃惊 为啥呢 他这个身上 背着这个弓箭 带着长刀 给人一种的 猴死骨的话 远失的这个感觉 经过一段 接触以后 这是一个善良的民族 诚实的民族 聪明的民族 莫巴族 是中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 当时的纪文正 作为一名文化干事 手把手地 教村民们种玉米 打铁器 还用西药 治好了酋长女儿的疟迹 是中国人的那个 有个物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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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越来越深入 纪文正慢慢对门巴族 洛巴族的风土人情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开始拿着录音机和笔记本 主动去田间地头 收集鲜活的民族文化 由于门巴族洛巴族都没有文字 所以没少一个人 就会有一些鲜活的东西 从这个世界上永久消失 有意无意间 这位十八军小战士 走上了人类学研究的道路 这里是位于拉萨的藏药研究中心 来自林芝南一沟的药材 每一株都有自己专属的名片 海拔生长环境采集时间 科研人员希望用这些微小的信息 一点一点积累积累起庞大的藏药基因户 雪中原色中心 南医沟脚下又一批藏医学子毕业了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西藏的全面实施 会把他们的行医生涯带向更广阔的天地 大峡谷的甘露将洒到更多的地方 2015年5月在四川举行的全国特奥会上 巴桑的大儿子获得了千球项目的亚军 这让全家人都非常欣喜 成绩的好坏并不是巴桑所看中的 因为他知道 不论如何 儿子的未来又多了一种选择 三八粉在微丧的炉火中化作青烟 卢朗的旅游网季只有三个月 巴登希望这里的旅游业能越来越红黄 2013年卢朗旅游小镇正式投入建设 这片占地1288亩 总投资约25亿元的对口原件旅游项目 将正式向游客开放 全国对口原葬20年来 累计原葬项目7615个 投入原葬资金总计260亿元 卢朗旅游小镇是其中之一 已经80岁的季温正 从西藏退休后 回到了爱人的老家成都 然而老西藏并不安于告老还乡的清闲 眼下他打算将刚刚整理完的 关于洛巴族歌谣的手稿 打印几份寄给出版社 这已是他的第34本著作 老西藏的精神还在延续 五百多万字的东西 上千张照片 我退休以后 我的生瓦子坐在我怀子里边 我拿一个照片 给他看一看 我给他讲一样 我给他讲个风头人情 回味无穷啊 回味无穷啊